到了尖沙咀看100%多拉利夢&FANS的巡迷特展 在尖沙咀的K11 就放了很多關於多拉利夢的公仔 適合大朋友小朋友 或者對漫畫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來看一看 打卡的位置有很多 但是最令我喜歡的 就是可以感受一下作家是怎樣畫出多拉利夢 一張組合櫃的桌子 再加上一張眼光真耳 就是它所有工具 盞燈都挺有趣 以後的作家桌子有沒有這麼大呢 多拉利夢是日本漫畫家 藤本雲筆名叫做 《騰子F不義雄》創作的漫畫 多拉利夢原先是一個貓型機械人 最主要用來肉依的 原本的顏色是黃色 但它的耳朵在工廠裏面 就被老鼠咬掉了 因為過度傷心 哭了三日三夜 將自己身上的黃色漆 就嵌掉了變成藍色 整個多拉利夢的漫畫 在1969年12月開始 在日本小學館的學年至連載 幾千個日夜就是這樣畫畫畫 畫出個多拉利夢 畫出個帽子 畫出個帽子 發展到現在 變成廣泛傳播的漫畫 動畫、電影、遊戲 都是一個很成功的IP 藤本雲在1996年9月23日 因患肝病而細小 中年63歲 在他世世之前 都表明這個作品沒有實質上的結局 隨著他過身 這套連載了27年的漫畫 終於連載結束 動畫由作家本人創作的製造公司 持續創作 所以我們今天依然看到多拉利夢的動畫 如果說起夢想我自己都有一個 想成為一個知名的小說家 好像金融、古龍、惠斯里 寫出一本或多本 很多人喜歡的小說 有人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在這裡做文字工作者 是很難找到 這個我認同的 除非你寫過一些比較工具型的書 銷量會好一點 從另一個角度 你需要有一個很好的故事 你才會寫出一個好的內容 你自己寫作的技巧 都要有更加 我自己在大學 都曾經寫過一本小說 不過寫到一本就放棄了 因為 嘖 真的賺不到錢 然後就進了報紙行業 做了一年半左右 辭工 因為那時候報紙是直入行業 最後走去打地盤工 在一個工場搬搬抬抬 想著自己的未來是甚麼 直接一塊石屎 扎傷自己的腳 休養了一個月 釐清自己的想法 最後走去做修事 看樓可以令我到處走 可以到處看不同的風景 和不同的人相處 在滿足自己生存的需求之下 達成你理想的生活 一直都是我追求的 答案都很簡單 財務自由 你就可以用你的錢 向世界 所有摸上你時間的事情 說不定 所以賺錢很重要 在多拉英文比較痛 我好羨慕大雄 一遇到困難 可以找多拉英文求助 然後用他的神奇工具 發癒為機 雖然最後都濃厚反轉 最起碼他真的有個機會去改變 而現實上 我們大多數人只能追求自己 所以努力 今天節目就是這樣 我是Low X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